这一次的一小时程式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这个 沸坡垃圾数列 一开始你打开这档案之后呢 先把它认存一份 认存后呢 把档名这边改成你的名字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这个互动型的程式 我们今天用的是Google的Collab 档案 它这边呢 有很多小的Sale 有一些是文字Sale 有一些是乘式码Sale 乘式码Sale呢 可以做计算 例如我们先增加一个这个乘式码Sale 在这乘式码界面呢 它可以做计算 例如说 9乘上4 乘上8 乘上7 好 这样子 要执行的时候Shift Enter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计算出来 第一次执行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点 这四个数乘起来 刚好是2016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次方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 2 星星 64 这代表的是 2的64四方 好 有了Sale基本概念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数列 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Face数列 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 在Python里面呢 数列其实只有利用这个方括号 把它制造出来的 方括号 里面用斗点隔开 而它这是一个有顺序的 那我们现在想要把这数列的最后两项加起来 要怎么使用呢 其实这个Fibs 夸号-1 用方括号 就会得到它的最后一项 夸号-2 就是倒数第二项 如果这边呢 我们再来放一个Fib 0 Fib 0 就是第0项 第0项 这是0 第1项的话呢 这边会得到的是这个 第1项会得到这1 好 这个-1 以这里来说呢 它是0 123456 所以这边 其实第6项呢 会跟F-B 是一样的 这是8 所以在电脑里面呢 它是从0开始数的 如果我现在想要把最后两项相加 其实就这边 就可以输入 Fib-1 Fib-2 把这边复制起来 把这里改成加号 我这样子就把最后两项加起来 但如果加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塞回元数列 要怎么使用呢 其实这就利用append这个指令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原本的数列呢 透过这个点 点就可以对这个数列 做一些操作 点append 刚刚的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 我们就把这两个加完的东西再放进来 我们再执行一下 按shift enter 好 所以原本一开始呢 到8 接下来 5跟8加起来 就变成13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append一次 这里再append 好 继续执行 接着再把8跟13加起来 变成21 好 所以透过这样子append 最后两项 我们就可以把这数列 一直扩张下去 当然如果我们要扩张很多项 这样输入有点麻烦 所以对于这个重复步骤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拨回圈 这是一个拨回圈的语句 for i in range 5 就表示说 等一下呢 要做5次 那这个i呢 你这边随便改 你改成k 改成m 改成其他的 只要没用过的东西 都没关系 那这里呢 要执行什么呢 执行就是把刚刚的这个东西 往后再塞 塞什么呢 把最后两项加起来 再把它塞进来 所以目前呢 到第8项 接下来呢 我再塞了3次 再重新执行 接着呢 就这边 就会再塞5个数字 如果你这里改成10 这边总共就会往后塞10个 所以透过这个复回圈 对于原本要写10次 现在只要写一次 再加上这个for一句 然后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内缩 在python里面呢 这个内缩很重要 最保释说 这个for一圈 只有执行这个内缩这部分 如果今天呢 把这个print呢 也放在内缩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上次呢 它等于就是怎样 其实每次进来会append 而且又印出来 这样子就会印出这个10列 如果把它放在外面 它就只最后印出一次而已 我们再来简单的一个小练习 这个数列呢 跟非波纳记也很类似 不过它是怎样 它是前一项加上前两项的两倍加起来 那今天有人数列了前两项01 我要把后面产生出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利用这个东西append jcs.append 好那append是什么呢 append原本这个数列 的最后一项 然后再加上呢 这数列 两倍的 两倍的 最后第二项 把这加起来之后呢 append进来 接着呢 我们再执行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串数列 这改成20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长的数列 所以在这小节呢 我们知道 利用这个方括号 产生一个数列 利用复回圈 可以帮我们制造这种有规律的递回数列